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我们进行安卓南亚开发的最后一课 在最后一课中,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的南亚聊天项目 然后通过这个小项目让大家把之前学的知识点给贯穿起来 让它能够彻底掌握我们这个南亚开发技术 好,我们先看一下大纲 那在介绍这个聊天项目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软件设计的一些原则 和我这个聊天项目是怎么来设计的 好,请看大纲 首先,我这个软件设计我在思考的时候 我就需要把它进行分层 分层的好处是什么呢 分层是为了降低每一层或者是说每一个模块之间的一个偶合性 我们看一下,我这个软件设计层大概分为三层 其实大多数软件如果没有特别的功能或者是说特别复杂逻辑 那么通常都可以参考我这个做法 把这个软件分为三层 先看最下面一层,我这里定义是网络层 而通常除了网络层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数据层 用于数据的永久性存储 那在网络层之上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业务逻辑层 这里业务逻辑层就是主要处理与你业务相关的一些信息与数据的处理 然后最上面就是我们的UI层用于数据的一个展现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每一层下面有了几个类的名称 就是在项目中这个类属于我这个设计上的处于哪一层 比如UI层,我的MainActivity和DeviceAdapter它都属于UI层 那业务逻辑层呢,两个最主要的 ChartController和BluetoothController,这是我的业务层 那网络层呢,主要是用于蓝牙传输 那这里我有几个Thread来处理这个蓝牙传输数据 这就是我设计的一个层次 好,看完层次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依赖关系 大家注意,这个访问啊,千万不要越乘访问 也就是说,网络层我只处理通用的一些网络逻辑 千万不要有比如说和聊天啊,相关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把它独立开,让这个网络层可以达到复用的目的 比如说我今天不写聊天了,我如果我要写传文件 那这个我网络层我可以完全不变,对吧 可以直接修改我的业务层,我就可以完成 这就是尽量少的修改代码防止出错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依赖关系 首先最顶层的是UI层,对吧 UI层它依赖于哪几个类呢 它依赖于我这个DeviceAdapter 这个没有问题,对吧 它们是UI层之间的,可以支持相互的一个引用 然后我注意我的Controller 我的Controller其实就是我上面的一个业务逻辑层 它里面包含了两个类 第一个是BluetoothController 还有一个是ChartController 大家看我这个MainActivity是直接访问了这个Controller 这个业务逻辑层,对吧 这个是可以没有问题的 我这个业务逻辑层,我千万不能反过来 访问这个UI层 否则你一旦修改UI,你同时也要修改你的业务逻辑层 这对我们维护是相当不利的 再下面就是我的一个连接层 就通常情况下,我们的UI层不要直接去访问这个连接层 而是由控制层来处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里的依赖关系 也是说这种顺向依赖的 也是由这个ChartController去控制我这个网络传输 同样的,你不能反过来说 我这个网络层去访问业务层的东西 No,千万不能这样做 这样做会打乱你的一个模块依赖关系 会给你日后的一个维护 造成比较大的一些麻烦 比较顺畅的,就像我这样子的一个瀑布模式的 由顶至下的一个依赖关系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价格设计图 那我们还是先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那我们从哪里讲起呢 为了让大家能够接受 我还是先从UI层开始讲起 好,在介绍这个代码之前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包的结构体 我的包的结构体也非常的明确 最外面这是UI层 我这里就没有用一个包来包括它 因为这是比较常见的 然后这个controller是我的什么层 业务层,对吧 业务逻辑层 我这里面就有两个类 主要是处理 第一个是蓝牙相关的一些业务逻辑 第二个是chat controller 主要处理什么 主要处理和聊天相关的一些业务逻辑 这个connect,这个包呢 主要是我的网络层 我的蓝牙网络层 在这里面主要处理一些 与蓝牙相关的网络处理 这就是网络层 好,我们还是回到我们UI层 那我们刚开始打开一个界面的时候 大家想一下 我是不是要先要用户打开蓝牙呀 那打开蓝牙怎么做到呢 大家可以看我这里掉了controller的 这个turn on bluetooth 这里呢,它是一个 发起了一个start activity for results 这么一个intent 对吧 我要知道我打开蓝牙的结果 那我这么设计的 当用户点允许打开蓝牙的时候 我继续往下面进行 如果是说用户点了关闭蓝牙 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处理呢 我就把自己非理洗掉 我这个程序就没有意义了 对吧 就关掉了 所以看一下我们这个 activity这怎么处理 好,看一下 这个on activity result 当我这个result code 不等于result ok的时候 那我就把自己非理洗掉 这个代码很明确 好,注意到 我这里有行代码注册了一些广播 对吧 这广播是做什么用的呢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之前提到的 包括发现设备 绑定设备 这些是不是都要通过广播来进行 来接收结果 对吧 我这个广播就是以这个作用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下面的代码 也是注册了很多action 主要是用于扫描 发现广播 等等 这些逻辑在里面 明镜需要发现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